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这个名字来做万物互联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今天分享的主题会分为四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当中我们会先讨论一下中国工业服务的现状与趋势 聊一聊速度化转型这件事情 第二部分我会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在工业服务这块的实践 也就是行家设备云 工业设备服务 AIoT平台 第三部分我们来聊一聊技术 是一个基于低代码与实时数据壶构建的一整套完整的物联网数据平台解决方案 在此平台基础上我们目标是实现设备的可预测性维护 第四部分我们会聊聊业务 怎么从工业互联网或者工业物联网到本地服务的一站式的闭环 实现整个工业服务的O2O商业模式 首先我们来聊聊工业服务的速度化转型部分 目前中国工业的服务的现状和趋势 首先第一点 前几年已经吵了很多次 就是目前整个制造业的人口在大量的游市 工厂招工非常困难 年轻人都更愿意去送外卖而不愿意进到企业 那么我们的中国我们中国的制造业该怎么办 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整个人口在十四五期间将会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代表了就是我们在十四五期间 整个劳动力人口净减少将达到三千五百万人 而在这种情况下 工厂不得不使用灵活用工的模式来进行招工 中国工业企业需要突破工厂的边界 形成一个无边界的组织 形成一个社会化的劳动力市场 来实现整个市场上的劳动力供应的供应链的社会化 那么在这样一个趋势下 本着打不过就加入了模式 既然年轻人更愿意去送外卖 那么我们工厂服务也应该向外卖的同行学习 去学习他们的经验 学习他们的成果 所以中国年轻人在减少 中国的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 倒闭着工厂的服务 向社会化以及数字化转型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 所以说为了应对这个趋势 我们需要实现整个工厂服务的数字化 对数字化转型来说 我这边操入了Gatana的一个定义 对于Gatana来说 数字化是什么 数字化是将模拟信号变化为数字信号的一个过程 而数字化或者说是数字化 是什么 数字化是通过数字技术改变商业模式 提供新的营收点和价值创造点机会 而数字化转型则是一场企业的变革 通过文化组织人才和技术的深度协同 来实现整个企业的运转的优化 以及战略方向 以及价值的主张过程 那么这是Gatana的一些 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相对来说比较拗口的定义 但是我们简单总结来说 或者是用说人化的形式来说 所以说咱们就用一句 简单粗暴的中国话来讲的话 就是总结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 就是在数字化过程当中是以 在信息化过程当中是以机器为辅 以人为主 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 即将是以机器为主 以人为辅的整体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工业服务要想实现一个飞跃 未来十年的一个重大趋势 就是数字化转型 为什么中国需要数字化转型 尤其是工业需要数字化转型 其实这跟目前当下中美的一个 在进行的中美博弈息息相关 其实这个大环境决定的 中国必须要实现数字化转型 那么我们既然在中美这个博弈条件下 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一个差别 首先中国已经拥有了41个工业大类 207个工业中类 666个工业小类中类的全部门类 也就是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门类当中 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工业是大而全 而美国已经是去工业化国家 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与其增长幅度 在过去的十几年在迅速下滑 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占比也在同比的下滑 而在过去十年从15%降到了已经7%以下 美国已经是个去工业化国家 他想要再实现再工业化是非常困难的 而中国工业目前对比美国工业 就是中国工业大而不强 只需需要速度化转型来提高整体的效率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这块的速度化转型的 无论是能力还是基础设施都比中国要强 所以中国要想实现整体的弯道操车 必须要在工业上实现速度化转型 需要速度化转型来提高效率 提高制造能力 实现工业强国的努力 那么对于中美这个博弈当中 我觉得博弈过程当中起眼就在工业 而对于中国来说 加强和推进工业速度化转型 是中美博弈当中的一个占优的策略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郑亨豪是作为一家速度化的工业服务平台 他提供了一整套的数字化的解决方案 包括了平台交易层 数字化服务层 智能交付层等等 一系列的包括仓储网络 IT系统 标准化数据 以及一系列的买卖商品 等等 一系列的数字化的服务 那么今天我们其他的不讲 主要讲讲我在我这边负责 并着力在工作的通用设备 通用设备在线服务这一块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行家设备这一块 好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介绍一下我们的行家设备 行家设备是一个工业设备服务的 AIoT平台 海洋家设备作为一个工业服务的 AIoT平台 它的目标是工业服务 共建设备服务新生态 在此基础上 我们覆盖了广泛的通用设备场景 包括了空压机 齿轮 碰 电机 风机 机床等通用 广泛的在工厂中使用的通用设备 并且我们提供了一站式的物联监测 以及智能的健康诊断SARS服务 在此基础上 我们还同时提供了全国协同的服务网络 实现了后面会讲到的 Online to offline OTO模式 也就是线上和线下融合的模式 实现线上派单 线下服务 整体的一个闭环 整个行家设备云的预测性SARS维护平台 包括了以下几个功能 包括了状态检测 剩余寿命预测 故障诊断等等 也包括了在服务端的 工单电子化 设备档案管理 以及服务维保记录 我们同时提供了小程序 小程序以及丁丁的小程序APP端 实现了在一个APP中 集成多种信号的一站式展示 包括了振动油液 压力温度等等一些传感器 也同时进行了一些数据合并 数据合并 交叉比对的一些功能 当然其中也后台会支持 一系列的AI挖掘算法 为用户创造分析数据 为用户分析数据 创造更多的价值 为了 同时我们也会提供 在分析端提供给分析师 或者运维的同事 提供相应的SaaS整段工具 实现就是说 在我们的web页上 实现快速的 为设备进行整段分析 定位故障问题 最后 航家说本也提供了 工业服务的SaaS平台 这样的话 它实现了就是 库地跨小程序和web端一体的 实现整个一整套的 工业服务的订单发起 到订单关单的一个整个过程 包括了我们的客户端 也就是工厂端 提供给客户使用 然后运营单 我们航家说本来监控 管理各个订单流程 然后服务商单也就是线下 专门去现场提供服务的 服务商 板块 然后实现整个一个 完整的订单流程 包括了发起服务申请 服务工单审核 工单派送 然后接单 现场服务 关单 然后服务工单评价 工单完成等等 一整套的完整的 就是线上线下 OTO的服务流程 那么为了支撑上面 这几个SaaS 包括了我们的小程序 APP的SaaS Web一段的SaaS 诊断的SaaS 数据展示的SaaS 以及服务的SaaS 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 基于地代码的 与实施数据构建 相结合的 互联网数据平台 来实现整个平台的 预测性维护 拿出激光笔 首先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整个一个大的 可预测性维护数据 维护平台的建设的 一个大框图 那么在这个整个大框图中 最重要的一块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 一个端边管 应用的那个管道 也就是由我们的 前端就是 就是那个 物联网网关 和我们的MessageBus 也就是EMQ加 NiFi加 Kafka加 Sitiki 这整一个一块的 一个数据总线 这是我们整个 可预测性维护分析 平台的一个 最核心的部件 那么在这个部件当中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首先网关会汇聚 工厂端 也就是它作为一个 边缘端的网关 它会汇聚工厂端的 一系列数据 包括我们的ModelBus 在Ka等等的 现场的一些设备的总线 去获取现场设备的数据 以及我们也会 获取到工厂端的一些 数字化的一些 管理软件的数据 包括Message Skata FSM 然后同时我们也会 通过RTPS协议 去监控 获取一些工厂端的 一些监控 一些路况 等等的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会通过 我们的整体的 那个网关汇总 汇总到我发送并通过数据 那个4G或者有线 的那些信息 发送到我们的 的名当中去 通在我们的MessageBus 也就是我们的数据 总线当中 做一个分发 那么在这里 我们使用了基于 NiFi加Kafka 实际可以构建的 一个D代码平台 后面会讲到 那么通过这个D代码平台 我们会把数据 分发到多个路径上 第一个路径 就是我们把IoT的 这些数据 直接存储到实施数据库 这里边我们可能 使用的是IoTDB 或者Tablestore 目前在云端 使用的Tablestore 如果在本地外部署 我们会使用IoTDB 那么有一些 这是完整的 物联网数据 那么如果在 这物联网数据中 发现一些 告警信息的话 或者通过规则引擎 就是判断出一些 告警的 触发了一些 告警条件 然后实现了一些 告警信息的话 我们会将这些 告警信息发送到 我们的Java server端 然后通过小程序 或者电子邮件 或者短信的信息 通知到用户 那么同样的 就是说我们会 把这些完整数据 也留入到Flink 做一个分析和计算 最终把这个全量的数据 存储到我们的 数据壶当中去 后面会讲到的 我们的构建的 实时数据壶的 构建过程 那么另外的话 如果我们这些数据 存储在IoTDB 或者Tablestore里面 做实时数据 存储再下来以后 我们也可以提供 通过提供 Meta数据 就是DateHub 提供Meta数据 那么在此基础 Meta数据基础上 我们会给 我们的分析师 或者我们的运维工程师 提供一些 一系列的 可以是看板 也可以是 那个Sappling的 一个Notebook形式 做一些数据分析 同样的 我们会跑一些 通过Flink 跑一些模型 去分析这些数据 实现 就是提取一些 故障数据 将这些故障数据 也存入到数据壶当中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同时提供 故障数据的看板 以及相应的 全量数据的看板 到我们 使用我们SuperState 来做一些 报表的呈现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 说Word文档的形式 或者Excel的形式 去给客户提供 周报 月报 这样形式的 力度形式的 一个数据展示 最后的话 如果可能 就是说我们也会 跑一些 构建一些PyTouch 或者TensorFlow 一些机器学习模型 把这些机器模型 作为JS的 Code的形式 或者后面会讲到的 WiWiSample的形式 去部署到我们的 MessageBus端 比如说 部署到我们的 NiFi总线当中去 或者部署到我们的 Edge端的 网关当中去 后面也会讲到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讲 就是这个大框图里面的 各个组成 关键的组成部分 首先是低代码的 大数据模块 这里我们构建了一个 基于NiFi Kafka Flink Spark 10DK 的一整套 完整的低代码平台 这里10DK是一个 可复杂 CEP的复杂事物的处理 的一个框架 那么在这个框架基础上 我们提供了 基于大数据的一些 告警服务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提供了两种 低代码的实现形式 一种是 基于WebUI的 Flow UI的形式 还有一种是 基于SQL来描述的 低代码形式 我们这边一步步来看 基于Flow形式 我们在NiFi里面 会构建一系列的模块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 拖拉债的形式 构建一整套的 物联网数据的 揭露的一整套流程 这里在整个流程当中 我们可以实现数据的 协议的转换 格式的转换 精度的转换 类型的转换 以及一些 计算一些数据 转生模型等等 都可以在这个 拖拉拽的图形的 基础上来构建 我们会扩展NiFi 来实现一系列的 功能模块 来帮助我们实现 整个数据戒毒 快速进行 同时 我们也提供了 至于SDK 也就是类似SQL的 一个描述语言 去做我们的 故障告警这一块 因为对于物联网来说 故障告警 是个非常复杂 而非常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功能 在这个功能当中 我们会提供一系列 可供客户定制的 告警逻辑和告警形式 同时最后 如果我们 当在我们遇到 就是说 大量的设备 揭露的时候 我们也会提供 后台的Flink作业 通过Flink SQL来实现 实施的一个 D代码的模块开发 这样的话 我们不仅保证了 通过D代码 就是Flow UI实现 形式实现的 一个D代码的 那个快速灵活揭露 各种不同设备的场景 也同时 在海量的 相同场景揭露情况下 要求性能的 要求非常高的 性能的前提下 我们使用Flink 来承接这一部分的 数据揭露和数据流量 同时 在Flink当中 我们构建 这个G-Secret D代码平台 可以使得 整个用户 测 揭露的速度 和效率 都达到最优 在D代码平台当中 有时候 你不得不 写一些代码 那么在D代码中的 代码层面 我们选择了 基于JavaScript 和WebSample的 数字软层模型的 实现方式 在这一模式下 我们基于JavaScript 和WebSample 实现了原并一体的 数字软层模型的部署 它是基于 下一代容器技术 统一了 端编管 应用的执行环境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对WebSample来说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 通过集中语言来编译 当我们使用JS的时候 我们会是 通过TS来 直接编译到JS 如果当 我们需要WebSample的时候 我们会把TS 编译成 就改写成AS 然后通过AS 来编译成WebSample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任意的选择JS 或者WebSample 去部署到端 端边侧 管道侧 以及云侧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 相关的一些功能 同样的未来 如果客户需要 我们也可以 把一些 C++ 或者C 甚至于Rust的 一些重度的算法库 用编译成 WebSample的形式 继承到我们 整体的一个环境 当中来 这样的话 整个制度是 我们可以实现 基于WebSample的 一个下一代容器 去执行我们 任意的 我们想要的代码 那么有了 以上这些概念 我们来讲讲 简单讲讲 一个低代码应用的例子 这就是在低代码层面上 我们怎么用JavaScript 实现编云一体的一个模型 在这里我们有一系列的 物联网测量传感器 包括了PH值 Particle是粒子传感器 颗粒度传感器 Moisture是湿度传感器 Visocity是粘度传感器 这传感器通过RSS232 RSS485 以及ModelBus 接入到我们的Edge网络 那么在这个Edge网络基础上 我们通过MQTT 将数据发送到我们的云端 实现整体的数据处理 那么在这里 我们会实现一个 关于油业年度计算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我们会用JS来表述 它是一系列的数学公式的形式 来计算整个油业品质的 一个年度问题 那么在这个年度上 我们可以 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在边缘端实现了JS的脚本的 脚本的执行 并在通过应用JS脚本 去实施的计算一个年度的指标 同时这个模型 其实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 那个端边管用的管管理端 也就是我们的NIFI测 我们在NIFI里面也同样可以实现相同的 逻辑计算实现一套代码 部署在不同的不同的地方 完成整个就是实现整体的所谓的边云一体 最后我们如果你需要回跑数据 或者处理海量的数据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 在Flink SQL里面 插入相应的JS代码 来实现整套的模型的计算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完整的一套代码 处处执行 端边管用都给你管起来 不好意思 基于以上的JS规范代码 我们结合业务 也实现了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算法处理 也就是异常值的过滤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基于JS 加我们前面说到的10dK的CEP的规则引擎 在NIFI的基础上实现了对CNC加工中心数据的异常数据处理 这里使用的规则是机场如果机场的电机负载大于100秒 大于100% 然后的话 持续时间小于6秒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观察是个数据 是个可以接受的异常值 是需要被过滤掉的 是不需要进行异常上报的 那么我们就会对它撰写这样一个 以用JS来做一个这样的逻辑 然后在这个逻辑基础上去把我们整个的数据过滤掉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下面图的就是数据过滤的效果 红色的部分是我们顾虑掉的异常值 然后绿色的部分是我们整体的数据的背景的数据数据 真正的负载数据 现在看到我们这个整个过滤平台 过滤数据过滤平台 至于在低代码情绩下 把这个整个低代码平台的NIFI 包括NIFI 包括CEP 包括JS整整一阵体串起来以后 实现了一个用户想要的一个定制的数据过滤过程 讲完了低代码 我们再来讲讲我们的实时数据户模块 在实时数据户的构建当中 我们采用了基于 基于 户底或者isberg的一个实现形式 因为对于物量网来说 实时数据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实时过程的数据过程当中 做一些实时的数据修正 实时数据处理 以及实时的告紧 都需要实时数据平台 那么对于数仓来说 我们当然会选择实时数据 服务作为我们整个数仓 或者数据平台的一个实现形式 那么首先我们会监听 MySQL的binlog 把它落盘到ODS表当中去 同时我们从IoT 从历史上来的数据 IoTDB来的历史数据 以及EMQ来的实时数据 也会落盘落到ODS数据当中去 然后最终后面在DWD层 我们会做一个双流的Join 把我们的binlog的数据 和相应的sensor路径 做Join 形成一个完整的实时的大宽表 这样的话 在这个大宽表上 DWD的大宽表上 就能实现一系列的服务 在DWA层 我们为下游的业务 提供了各种各样服务 比如说用Presto来实现 我们的周报 或者ShipSet的查询 用Flink Spark作为计算 已经来提供给数据科学家 或者数据分析师 来做DataSize的工作 以及相应的 最后就是说 在user层面 我们会给AI和ML的用户 提供一些数据的支持 和算法的支持 这里是一个典型的 实时数据壶的应用案例 是传感器的校准构架 那么首先第一点 就是在MySQL当中 我们拥有的是点评点的数据 以及物联网的监测数据 不好意思 在MySQL当中 我们是拥有的点评点数据 那么在IoTDB或者EMQ当中 我们拥有的是物联网监测数据 这两部分数据 我们会做一个双流的 首先做落盘 然后做双流的Droid 在Droid的过程中 我们会对整个数据 做一个偏差的修正和处理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左边是 刚进来的时候 是一个PH值的测量数据 蓝色的部分是数据的 就是实时传感器测量的数据 然后红色的点 是我们的点评点的数据点 那么最终当我们修正完成以后 就实现了一个 你可以看到 蓝色的数据线 和红色的数据点的匹配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整体的 基于点询点的数据校准过程 对传感器进行数据校准 那么整体的背后的算法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基于DTW 就是动态时间规整的一个 扩展版本的一个数据算法 在此 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首先我们设定一个搜索不长U 然后在DI部也就是DI部修正的过程中 更新一个测量序列Q 去用我们的不长去更新我们Q的测量值实现 然后在这个Q的测量值当中 和和我们的测量序列 第一去做一个比较 生成一个计算一个 所谓的距离矩阵叫做距离的网格矩阵 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 下面图的右下半部分 我们这里有一个就是说数据是 有个矩阵 可以看到左边的图 这张图是一个reference index 也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我们的那个点评点的测量数据 图的下部分一个密集的数据 就可以看到就是 是我们的那个query index 也就是我们的传感器测量数据 那么以reference index为列 以query index为行的一个矩阵 就是我们中间图可以看到一个折线图 这个折线图就是去匹配 我们数据的一个相关性的 一个矩阵的表示形式 那么在通过这个矩阵表示形式 然后我们不断地去计算迭代这个过程 然后去计算距离第一 然后比较这次迭代距离和上一次迭代距离 寻找到最优的一个测量 测量校准值UI 这样的话如果给出UI 作为校准值的话 那么我们两个序列的 所计算出来矩阵的距离是最短的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校准算法就完成了 那么就实现了就是QI 就是我们对传感器的校准量 当我们在给传感器增加个QI量的时候 就实现了整个图形和曲线 蓝色的曲线和红色点的之间的匹配工作 也就是扩展 这是一个扩展动态时间规划的一个 时间规短的一个传感器的校准方案 讲完了这些方案 我们来讲讲业务 在业务测 我们实现了整个工业服务的OTO闭环 从物联网到本地实现一站式的服务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对于工厂的工业设备 电机 风机 机床 泵 空压机 齿能箱 减速机 发动机等等的 那些设备的运行状态 我们提供了实时的在线监测功能 包括了油液 震动 压力 温度 声音 热成像等等 然后通过数据分析 实现了就是状态的告警 声明 声明预测 故障准断等等 这些告警功能 也实现了一些电子化工丹 设备档案 管理 围保记录等一些服务功能 最终我们可以实现这 Online to offline 就是本地全国的属性 数据化网络 实现线上线上服务的一体化 实现了通过数据来指导服务和优化服务 以及通过服务来沉淀数据 最终实现了高可用性和专业化的服务 提高了设备的健康度 提高了设备的快工率 降低了其整体的运营成本和计划停机时间 我们在全国已经覆盖了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包括了西安 自博 徐州 湖西 上海 珠珠海 等等一些服务中心 我们已经提供了70家的区域服务中心 具有50家以上的诊断服务专家 以及累计2000次以上的服务 响应时间 到场的响应时间 是在20小时内完成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可预测性维护服务的分享案例 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对某一个滚压 审计场的滚压机设备进行了监测 这里分为动滚定滚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滚压机侧 我们安装了相应的振动传感器 以及油液传感器 在振动传感器当中我们发现 就是说定滚减速机输入轴与动滚减速机 齿轮涅合出现了故障 在振动普线上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建议是工厂单进行停机检修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说 同时我们在油液端也发现了定滚减速机中 润滑系统出现磨力的增高现象 建议对整个齿轮箱进行清洗和排查 包括油液系统进行过滤 那么现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拆机服务 对现场进行齿轮箱的一级行 整个齿轮箱进行拆机以后 发现齿轮箱的一级行动 发现了严重的磨损 并对现场的润滑供油站的滤芯 进行的清洗处理 清洗掉掉落下来的磨损颗粒 最终整个实现了一个 从设备监测到服务闭环的整个过程 最终获得了客户的感谢性 或者客户的证言 实现了整体的可预测性维护的闭环 及时发现设备故障隐患 主动精准运运避免非计划停机 是造成重大损失 目前我们航家说服务 获得了过行业广泛人格 目前我们有一系列的 速度化运运的成功案例 这些展示的企业 都是我们已经部署了 我们的航家说服务 并许多一些成功案例的企业 最后感谢大家的时间 感谢大家聆听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